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海之道必有运船 凡船而战可得全功 五郎大人 有结论了吗 根据珊瑚宫大人留下的锦囊 可以推断出 与人众必定有船停泊在附近 所以才如此嚣张 我们可以分成两队 一队吸引他们的注意 另一队绕后烧掉他们的船 这样他们就逃不掉了 但珊瑚宫大人也说 兵力不足的情况下 尽量不要分兵 否则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导致权限崩溃 要不我回去求远 恐怕来不及 看他们的动向应该是准备离开了 珊瑚宫大人的锦囊里还写了 舍服于也 不可妄动 既然这次兵力不够 就只能暂时放弃了 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家伙离开吗 我不甘心 其实 珊瑚宫大人的锦囊里还有一句 山穷水尽 祸有援军 不过我没懂 援军指的是 五郎 你们怎么在这里呀 队长 你回海祈祷了 太好了 珊瑚宫大人的锦囊果然没错 你来得正好 最近愚人重残党异常活跃 这次我们察觉到了他们的动向 提前埋伏在这里 可惜我们人数不够 无法坐到兵分两路 能拜托你帮忙牵制一下吗 好吧 说不定愚人重又要干什么坏事 我们也不能放人不管 好 事不宜迟 我带人绕后烧毁他们的船 之后回来与你会合 务必小心 我们很快就回来 看来反抗军的大家都还记得我们呢 我们也帮他们好好解决一下眼前的麻烦吧 幸亏你在这里 不然还真让他们给逃掉了 你手里的就是仙海的锦囊吗 让我看看 哇 好厚 这么厚一本都是吗 其实这只是一部分 我身上还有五本来着 这么多 珊瑚宫大人向来算无一策 这些又是常备锦囊 难免数量会多一些 不过 也多亏了这些锦囊 我们才能够应对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 这么多锦囊 心还要写多久啊 每一种情况都要考虑 想想就让人头疼 队长 你这次回海祈祷会重新接手锦囊二番队吗 我们大家都很想你 珊瑚宫大人说 现在已经是和平时期 军队的数量需要适当减少 帮助民众恢复生产 一半左右的士兵还维持着别动队的编制 支援各个小队 还有一半 改为从事巡逻 建造 农耕之类的工作 前两天还听以前的同伴抱怨说 自己不想被分去造房子 想留在前线继续战斗 反抗军的大家还是老样子呢 对了 说起来是新海叫我们来参加轻工会的 五郎 你知道新海在哪里吗 珊瑚宫大人的话 现在应该是在望龙村 听说那边出了点事情 珊瑚宫大人应该会亲自过去处理 我们也该离开了 另外 你可以关注一下路上的士兵们 最近我感觉不少士兵都有些浮躁 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不想跟我说 以前大家有什么烦恼都会告诉我 现在去躲躲藏藏的 我很担心他们会不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是啊 我们也想和反抗军的士兵们聊聊呢 我们出发吧 旅行者 你是 鉴于二番队的队长 我认得你 多亏了你 还祈祷才有现在的和平 我虽然不是鉴于二番队的成员 那时候在战场上随时都可能牺牲 每个人都很紧张 突然战争结束了 才发现不知道要怎么回归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没关系 过段时间说不定就好了 别的我也不知道了 不过有珊瑚宫大人在 海祈岛就不会有事 我们都深信这一点 现在你也回来了 这里就更安全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来找我 感觉他很热情呢 我们再去问问下一个人吧 和平 最棒了 你看上去有点眼熟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来着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但你应该不是敌人 有什么事吗 你说大家有些浮躁 有吗 我没感觉到啊 可能是因为我平时不喜欢跟别人聊天吧 在我眼里 他们一直都很闹腾 来之不易的和平 必须要好好享受才行 在这里 晒晒太阳 吹吹海风 就是我生命的全部了 抱歉啊 我也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不过你可以问珊瑚宫大人 珊瑚宫大人什么都懂的 哇 他快要睡着了 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了 去问问下一个人吧 珊瑚宫大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怎么能同意和谈呢 是啊 天陵凤行那些家伙根本不值得相信 我还听说天陵凤行的人秘密勾结愚人众 打算继续对我们开战呢 真的假的 消息可靠吗 当然是真的 我们的人与愚人众交手 正好撞见了他们正在密谋这件事 我就知道 天陵凤行那帮家伙贼心不死 珊瑚宫大人还是有点天真 怎么能轻易相信他们呢 嘘 小点声 有人来了 你们在聊什么呢 队长 你回来了 我说 刚刚的事情能跟队长说吗 还是不要吧 他也是珊瑚宫大人提拔起来的 说不定也主张和谈 队长应该理解我们吧 不过小心一点也有道理 那个 欢迎队长回海奇岛 我们这边没什么事 一切安好 珊瑚宫大人现在应该在村庄里 队长大人可以直接过去 总觉得他们好像在聊什么秘密的事情 不过既然他们不肯说 我们还是先去村子里看看吧 说 你是不是偷偷把从海奇岛采购的货 运送给天陵凤行了 我早就觉得 你一个天陵凤行的商人来海奇岛做生意不正常 这一次你总没话说了吧 冤 冤枉啊 还说冤枉 当时我们就不应该同意你来海奇岛做生意 带走 带走 请等一下 星海 你来了 这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快来看看吧 报告珊瑚宫大人 这个商人行迹可疑被我们抓到了 据我们观察 他长期只买不卖 身边就一点货物都没有 很可能是偷偷运到天陵凤行去了 我没有 我 好了 各位不要激动 放松放松 跟我一起做个深呼吸 有好一些吗 松田 内村 我知道你们很担心海奇岛的安全 但是 先不管这位商人先生有没有犯错 我们至少要给他解释的权利 有错自然应该接受惩罚 无错也不应该被随意冤枉 海奇岛上办事靠的是事实 而非主观判断 商人先生 既然我的部下提出了货物的问题 不妨请你解释一下 由我来做个评断如何 可以 当然可以 我在海奇岛经商 当然也积累下来了一批货物 本来想囤久一点 等下次涨价的时候卖出 却没想到被愚人众给打劫了 我容易嘛 风里来雨里去的 货被抢了 还要被你们盘问 哼 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那也不能证明 他的货就是被愚人众拿走的呀 再说了 天岭凤行和愚人众还有勾结呢 你的货给愚人众和给天岭凤行有什么区别 啊 天岭凤行勾结愚人众 不 这是哪来的消息 我完全不知道 再说 就算他们有勾结也不关我的事吧 战争都已经结束了 天岭凤行还会继续勾结愚人众吗 嗯 我觉得不像呀 不久之前我们还见了九条家的明蛋 现在的他 应该不会做这种事吧 不过刚刚来的路上 那些士兵好像也在讨论这件事 西海 你知道什么吗 确实听到了这样的汇报 再过不久 就是我们与天岭凤行之间的和谈了 这次和谈是神里家组织的 选在一个中立地点举办 我和九条沙罗会各带一些侍卫 好好商讨一下关于未来的计划 但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 我却听到一些传闻 九条家与愚人众很可能还存在勾结 他们想彻底覆灭海七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和谈就可能是陷阱 甚至连神里家都可能参与其中 这位商人先生 你确定你的货物 是被愚人众劫走的吗 是真的 我没有骗你们 愚人众抢了我的货物 就往那边跑了 他们很可能在那边有秘密基地 那好 事关重大 不如我们帮你把货物找回来 如果一切顺利 自然可以还你清白 但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 证明愚人众和天岭凤行有所勾结的话 还希望你配合我们调查 这样如何 我没意见 多谢珊瑚公大人出手相邦 松田 内村 你们呢 全听珊瑚公大人吩咐 还是要员 不 请你和我一起调查此事吗 不 离行者 不 剑语小队二番队队长 能请你和我一起调查此事吗 不 离行者 商人所说的愚人重营地 应该就是在这里了 从布设来看 这里应该曾经是一个秋秋人的营地 不知为何被愚人重占据了 哇 感觉戒备很森严的样子 我们真的能进去吗 直接突破恐怕很难 不过没关系 此处地形对我们有利 而且我们的位置没有暴露 敌在明处 我们在暗处 正是使用计谋的好时机 以我之见 不外三种对策 第一种 秦贼秦王 愚人重在稻妻的势力暂时不成气候 剩下来的 无非是残兵败将 若是能够自高处飞下 率先击溃其中的首领 那么杂兵便不攻自破 第二种 借势而为 你看 那边堆积了一些火药桶 若是在他们没有发掘的情况下引爆火药 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冲击 速不及防之下 对方必定会军心动摇 战斗力也大大下降 最后一种 则是善用地利 此处近海 水气阴暈 我可以牵引周遭水气 配合你的雷电 但是要隐匿生息 不能暴露位置 而利用地利 则必须要稳扎稳打 可能会演变为持久战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战术 不愧是鉴于二番队的队长 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嘛 既然选定了这个战术 那我们就并肩作战吧 我虽不是武斗派 但也能提供一些支援 不会让你孤军奋战 尽快打倒他们 然后将商人的货物找回来吧 感觉和我们刚刚制定的战术 有些不一样吗 无妨 战场局势复杂多变 也不必拘泥于已经制定好的计划 嘿嘿 打起来之后乱糟糟的 不小心把战术给忘掉了 从结果来看也不错 说明你们能够真正做到随机应变 不过没想到 愚人众竟然借秋秋人的营地为掩护 悄悄在这里铸扎了这么久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难道说 真的像士兵们所说的那样 他们已经勾结了天岭风行 我们好好调查一下这个营地吧 如果那位商人没有说谎的话 货物应该就在这里 哈 那我们先四处看看吧 你看这一堆是不是要找的货物啊 里面有好多东西呢 有一些还应有天岭风行的标记 应该没错啦 哇 这里头都是制作炸弹的原料 这也太危险了 我们跟信海说一下 把他们妥善处理掉吧 这些是鱼人中储备的食物啊 看上去已经快过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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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平时真的能吃饱吗 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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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找到商人的货物了 你看 啊 啊 啊 没事 只是稍稍有些走神而已 让我看看 确实 这些应该就是商人先生丢的东西了 粮食 药材 农耕用具 都是战后急需的东西 他囤着这些 估计是想卖个好价钱 不过 天岭凤行应该不缺这些东西 他倒确实不至于把这些运回天岭凤行 多半只是个投机的商人而已 没有松田和内村说的那么夸张 呃 但是 故意囤积这些必需品 明显也是个坏家伙 我们就这样把货物还回去嘛 总觉得有点不舒服 放心吧 这种情况我已经考量过了 在最新的战后临时法令中 我限制了必需品的价格上限 这些东西最终还是会以合理的价格 流入民众手里 如果他能早一点读读法令 应该也不会遭此无望之灾了 嘻嘻 总觉得仙海什么事都能算到呢 太夸张了 就拿眼下来说 关于天岭凤行勾结愚人众的传闻 我就没什么头绪 正好 还是在能量快不够的时候 啊 欣海 你刚刚说什么 啊 没什么 我们快点将这堆货物还回去吧 庆功宴就快到了 这些麻烦事 必须早点做个了结 好哎 好哎 我们也想在一个和平的海气岛上开庆功宴呢 那些 那些是我的货物 多谢山谷空大人 多谢这位队长 哼 怎么样 我就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吧 哼 谁知道呢 说不定 你早就跟愚人众商量好了 从愚人众营地中的信息来看 他和愚人众确实没什么来往 不然按照愚人众的行事风格 应该会留下一些证据才对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 既然找回了货物 按照之前的约定 我们就应该还他清白 啊 抱歉 是我们鲁莽吗 哼哼 我就说你们这些大头兵 平日里不干正事 还敢来找我的麻烦 这下知道错了吧 这位商人也请不要得意 虽然我们证明了你的清白 但根据最新的法令 恶意囤积必需品 将遭受惩罚 既然你承认了这些是你的货物 那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除了强制评价销售外 还有一笔罚款 数额是 婷婷 上护公大人 你不是站在我这边的吗 当然不是 我是海奇岛的现人神巫女 遵循的是赏罚分明的原则 有功当赏 有错该罚 清白已还 但你还是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这 看什么看 带走带走 交罚款去吧 珊瑚公大人 虽然此人说这些都是他的货物 但我觉得有点奇怪 这些印有天陵凤行标记的 应该确凿无误 但其他的货物似乎并不是 特别是这些 明显是给神社用的 嗯 应该是愚人众 将所有抢到的东西混到了一起 其他货物辛苦你们去寻找一下施主 神社相关的交给我吧 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 不辛苦 不过珊瑚公大人 虽然这次没有抓到他们的把柄 但天陵凤行勾结于人众 可是我们的人亲眼所见 关于何谈 还请您务必三思啊 我知道了 我会再想想 我准备带着这些神社相关的东西回珊瑚公 方便的话 不妨一起走走 海七岛的风土人情 与其他岛屿不太一样 不知道你是否习惯呢 海七岛的风土人情 与其他岛屿不太一样 不知道你是否习惯呢 每天老砂屿不太一样 ropes 这个村子 我也很长时间没有来了 至今要忙的事情越来越多 下次有机会 我带你去海棋岛曾经的神社看看吧 其实最早的时候 海棋岛的神社并非在珊瑚宫 而是在别的地方 那里靠近海棋岛的七天神像 当时的海棋岛 虽不像幕府那般尊崇将军 但也认可它的存在 但随着那一刀落下 守护我们海棋岛的魔神被斩断之后 当初的神社便废弃了 也从那时起 海棋岛和幕府的关系就变得有些微妙 彼此之间的成见越来越深 这次和谈 我本来也想好好跟天灵奉行 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有些恩怨总有一天要放下的 山湖宫大人 今天怎么有空来这边看看了 总觉得你的气色比上次差了 平时要照顾好自己 你可是我们最大的依靠 请放心 没事的 山湖宫大人 听我一句劝 咱们跟幕府军打了那么久 可不能说谈就谈呢 要是与他们和解的话 当初守护我们的魔神 不就白死了 行了 行了 都什么年代了 这才刚打完仗呢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多好 我当然知道 只是 至少态度要强硬一些 不能随便妥协 我明白的 此事我会再考虑一下 一定会妥善处理 太好了 那就麻烦山湖宫大人了 山湖宫大人 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您 我的女儿 今年报名参加巫女选拔了 要是她能进山湖宫就好了 山湖宫大人心善 一定不会亏待她 唉 我常和我家女儿说 让她有机会的话 跟山湖宫大人好好学学 山湖宫大人这么年轻 就已经会待人处世 人又聪明伶俐 我家女儿啊 一直把山湖宫大人 当作榜样 如果她能来山湖宫的话 我会关照一下 啊 山湖宫大人 总算见到您了 关于今年农业减产的问题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山湖宫大人 这位不是监狱二番队的队长吗 他以后会留在海西岛吗 啊 山湖宫大人 大家稍微静一下 我都会听的 不过比较长的问题 还是建议写成报告 递到山湖宫 有时间我会慢慢披肤 你还好吗 看来你很擅长应对这样的场合 山湖宫大人 原来您在这里 有件事要向您汇报 我没有一批祭祀用具 迟迟没有送到 我担心是被劫走了 那些东西我已经找回来了 不必担心 真的吗 不愧是山湖宫大人 太厉害了 最近的公文 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 已经放在您的桌子上了 另外按排程来看 今天还有一场 关于发展纺织业的会议 排程 现在 啊 是的 那两位远道而来的姑娘 已经在等您了 好吧 本来想带你好好逛一逛海七岛 看来 要忙完再一起散散心了 明天 我们在山湖宫门口碰面吧 然后 一起去筹备庆宫宴 庆宫宴 会有很多好吃的吗 当然有的 有些海七岛的特色美食 也欢迎你们品尝一下 好耶 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啦 咦 新海还没来吗 好奇怪啊 总感觉新海不像是那种会迟到的人 我们再多等一会吧 新海怎么还没来 会不会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我们去找那边的士兵打听一下吧 你要见山湖宫大人 不好意思 山湖宫大人不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怎么这样 那我们只能回去了吗 倒也不是 我记得山湖宫大人留下来的长辈信囊中 好像有应对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 让我想想 第九十八条 有客远来 寻我不见 客来南边 子夜树前 备注上还写了 只有山湖宫大人 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交代 且客人身份很特别时 才能适用这一条 两位应该算远道而来的客人吧 这井囊我一直带着 应该不会有错 鲜海果然什么情况都考虑到了 那我们到他说的地方找找看吧 真的是这边吗 我怎么感觉越走越远了 你看那棵树 像不像鲜海在井囊里写的 那边好像可以钻进去 我们过去看看吧 鲜海 原来你在这里呀 不是说好今天一起去筹备庆功晚会吗 哦 是你们呀 抱歉 今天有点不在状态 是生病了吗 我们马上去找医生 不是了 只是我的能量暂时用完了 能量 难道说鲜海 其实不是人类吗 不 只是一种比喻而已了 虽然有些惭愧 但我没办法 一直维持那种无所不能的样子 哦 你注意到了吗 看来我这样的功夫还不到家 还得继续锻炼才行 其实 我并不是很擅长做一个上位者 最早的时候 我的梦想就是读读冰书 做个幕僚之类的 跟别人说话 照顾别人的情绪 察言观色 分配利益 在我看来是很麻烦的事 要让别人如沐春风 又要让他们有所敬畏 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 不如说 这是我曾经不想涉足的领域 但是因为血脉的原因 现人神巫女的位置 终究会传到我的手里 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罢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 当我感觉自己要扛不住了的时候 我就会到这里来 看看书 休息一会儿 不用担心 并不会影响工作 筹备清工会的事情 我已经安排给其他人了 今晚还有一场演讲 不能让士兵们看出有什么端倪 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和平 我希望 他们可以更加轻松自在一些 有什么我们能帮忙的吗 其实放着不管 我的能量也会慢慢恢复 但如果能听到我感兴趣的兵书 或许能更快地振作起来 我记得上次有一本书 看了一半 不知道放哪儿了 就让我们来找一找吧 然后读给仙海听 这样 西海就能振作起来了 真的吗 谢谢你们了 果然 你们回海气岛真的太好了 这里放着好多好多的公文呢 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 新海也要抽时间来处理公文吗 珊瑚公经营活动摩拉流量报表 余夜产量年度统筹管理报告 海气岛内设施 维护经费分拨阅度报表 原来有这么多事情要处理啊 而且新海平时还要写锦囊 要借鉴很多人 怪不得会变得很憔悴 我们还是快点找到兵书 帮助新海打起精神来吧 你看 这个会不会就是新海在找的兵书呢 今天欠鱼儿翻队的队长回来了 能量值加四 那个是 还给我 看来这个也不是呢 我们还是再找找吧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一本吧 你看 这里还有新海放进去的书签呢 像这些就没有书签 应该是已经读完了吧 感觉里面的内容好难懂 完全看不明白 我们现在就把这本兵书带过去读给他听吧 是 新海 你在找的是这一本吗 我也有点记不清了 可以读两句让我听听吗 嗯嗯 就是这个 拜托你了 西海 西海 怎么办呀 西海他好像睡着了 今天晚上还有清宫晚会呢 而且马上就要和谈了 还有很多事没有做 真的没问题吗 不过 西海确实很疲惫的样子 既然还有时间 我们再陪他一起休息一下吧 付出在恶 忽悠平安 战争已经结束了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你们看到了吗 我睡着了吗 现在几点了 西海已经睡了很久了 马上就要过回晚会了 这么晚了 已经好久没有睡得这么安稳了 感觉这次至少回复了三点能量值 应该能坚持到和谈结束 谢谢你了 走吧 我们一起去篝火晚会 幸好恢复平时的样子了呢 真的太好了 看来清宫宴准备的差不多了 不过在九宴开始之前 我还得简单的演讲一下 心海的能量还够用吗 放心 完全够用 有你们的帮助 我的能量回复得很快 太好了 我们也会帮你加油助威的 大家辛苦了 今天是属于我们的庆功会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与幕府军的战争告一段落 也见证了眼兽令的废除 到期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我也无法预料 但明天 我将与天领奉行展开和谈 为海西岛争取和平 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努力 正因为你们的努力 我们才能打赢这一场艰难的战役 这场庆功会 是为在场的每个人准备的 希望大家好好享受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看来晚会进行得很顺利 没出什么问题真的太好了 人在开心的时候 往往倾诉欲也会提高 可以拜托你再帮我收集一些情报吗 关于天领奉行勾结愚人种这件事 到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线索 我很担心明天的和谈 会不会出什么事 好吧 那我们再去问问 多亏了珊瑚公大人 海西岛才有现在的和平 最近 我想想啊 对我们来说呀 最近的大事 就是终于可以出海捕鱼了 之前打仗的时候 海上有好多战船 我们只能在附近 牢牢小鱼小下 有的时候收获不佳 大家都吃不饱 小孩子没日没夜地哭闹 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每天晚上 肚子咕噜噜地叫个不停 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好不容易才能熬到天亮 唉 现在终于好一些了 我听说了 你是鉴于二番队的队长了 谢谢你帮我们打赢了这场仗 这条鱼给你 刚捞上来的 别嫌弃啊 不不不 这怎么好意思啊 收着吧 没有你 说不定我们现在还在饿肚子呢 珊瑚公大人叫到我们 人要知恩图报 好吧 谢谢你 旅行者 我们再去问问别人吧 瞧一瞧看一看 新鲜的瓜果蔬菜 烧烤解腻 必备之选 你说天领凤行 勾结愚人众的事情 我也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但没有更多的情报 不过你说士兵比较亢奋 我倒是也有同感 看到那边那个士兵了吗 最近他就有些不太正常 嗓门特别大 没事就拿着长枪 空灰几下 可吓人了 好不容易打完了仗 真不希望再有什么幺蛾子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你要是感兴趣 不妨去问问他吧 总算有线索了 我们赶快过去看看吧 哇 这个人身上好重的酒气 我记得你是 剑鱼二番队的队长 没错吧 你回海祈祷了 我还以为你抛下小队不管 一个人跑路了 我们才不会跑路呢 那可难说 和平啊 安定啊 每个人都在讨论着相似的东西 反抗军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没错 就让我测试一下 你到底还是不是一个 合格的反抗军战士吧 不管你想问什么 打赢了我 再告诉你 呃 感觉和这个人的沟通好困难 怎么办 要上吗 哼 等你们赢了再说吧 呃 我们先走 好强 不愧是珊瑚宫大人选中的人 你的身上还有战斗的意志 也许你可以理解我们 剑鱼二番队的队长 你会成为我们的同伴吗 天灵凤行勾结于人众这件事 其实是我们编造的 怎 怎么这样 仙海一直在担心的问题 居然是你们编的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可能会导致你们和天灵凤行继续打下去啊 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何谈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这么想 海七岛才没有未来可言 谁能保证天灵凤行不会半路变卦 谁能保证雷电将军 不会颁布下一次眼收令 我们反抗军 最重要的就是战斗的意志 天灵凤行和雷电将军都不可信 能够相信的只有我们自己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但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对啊 你说了半天 都是自己的猜测不是吗 为了这个猜测 你们就编造了这样的传闻 打算毁掉很多人辛苦盼来的和平吗 别一副舍不关键的样子对我说教 你没有明白什么 为了赢下来 我们将战斗的意志 观察到了极致 但现在你们突然告诉我 这些都没用了 要我们放下武器 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怎么可能呢 我闭上眼睛 总会想起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同伴 每当他们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脑海 我就绝对无法原谅天灵凤行 无法原谅阎寿令 看来 你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你可以把这些话 告诉珊瑚公大人 但是 现在想阻止我们 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那是什么意思 他似乎不打算回答了 怎么办 事情紧急 我们还是先去告诉珊海吧 总之就是这个样子 天灵凤行勾结愚人众这件事 其实是他们编造的 他们的目标是破坏和谈 让战争继续下去 他们还说 不管我们想做什么 都已经来不及了 原来是这样 没事 让你担心了 是我的错 如果我能更早地察觉到他们的心情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高扇所说的来不及了 我大概知道指的是什么 和谈虽然明天才开始 但双方的侍卫 已经提前抵达了谈判地点 负责确认附近的安全 像高扇这样的主战派 很可能已经混进了侍卫队伍 准备在明天的谈判中 暴起发难 这可怎么办呀 要不我们现在出发 去把他们换掉 不妥 首先 我们带着新的卫队前往中立地带 势必会引起各方警惕 主战派的士兵们 很可能也会提前发动计划 进攻天灵凤行的侍卫 一样有可能引发战争 更何况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海西岛的士兵 参与其中 临阵换人 难免会出现无人可信的情况 听上去好复杂 难道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不必担心 此事既然已经发生 就由我来思考对策 那些士兵们固然有错 但过错不全在他们 无论如何 我会想办法保住他们的命 明天 我们再在这里会合吧 今天就是和谈的日子了 怎么样 做好准备了吗 来 这个给你 这是我昨晚写下的锦囊 这次谈判虽然错综复杂 但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不外乎一百八十七种情况 我将这些情况和对策全部写了下来 到时候你可以随机应变 哇 好厚一般 让我看看 激烈争吵 出现泄动 放火作乱 分兵涌入 挟持人质 好多 一想到每种情况都有办法解决 突然就放心了很多 那就好 此次和谈颇为特殊 对海祈岛与幕府都很重要 但因为海祈岛的士兵尚有不满之意 我们在和谈中天然处于烈士 想要争取和谈圆满完成 需要花费更多力气 我作为海祈岛的线人神巫女 该担当起这份责任 能请你助我一臂之力吗 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出发吧 好久不见 九条沙罗 上次见面 还是在战场上吧 是啊 当时我们在你手上 吃了不小的亏 话说回来 你怎么也在这儿 没错 他是这次和谈的见证人 他完整地经历了 我们之间的战争 为现在的和平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想 应该没有人 比他更合适了 也是 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 首先是海域管辖权的问题 战争期间 我们限制了海祈岛的打鱼人 在明神岛海域活动 现在 我们打算正式解除限制 但他们需要按照 我们明神岛的税法进行纳税 才能将收获带回海祈岛 可以 不过在明神岛附近捕鱼的人 需要受到天岭奉行的保护 如果他们因治安问题 有任何损失 天岭奉行必须要出面解决 这一点我答应了 写到协约中吧 有天岭奉行在 他们不会有事 感觉他们之间的谈判 还算顺利呢 接下来是人员往来 和常驻军的所属问题 以前不管是我们的人 去海祈岛 还是海祈岛的人过来 都会遭受到重重盘问 最终的结果 就是彼此交流越来越少 很少有商人 愿意跨岛屿经商 战争既然结束 那我提议 由射凤行选出一些商人 主管两边的商务贸易 商务贸易需要有来有往 双方的商人都要参与进来 不能完全交给射凤行 但据我了解 海祈岛现在急需各种物资 交流射凤行统一调配 对你们也是一件好事 物资紧缺 我们自然有办法缓解 海祈岛物产丰富 也有许多外地的商人 愿意过来 更何况这种事 应该由神力加于我们谈 天岭凤行 应该没有这方面的全能吧 既然这样 那我们聊聊治安吧 我想让海祈岛的治安部队 违归到天岭凤行的管辖之下 暂时来说 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天岭凤行同管道期治安 不可能一直放任海祈岛 处于例外 卑鄙的九条家 你们勾结愚人众 还想夺走我们海祈岛的一切 兄弟们 九条家不可信 大家给我上 保护九条大人 第十六条 不不不 第六十七条 还是第七十三条 到底要用哪一条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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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海 这时候我们要用锦囊第几条呀 最后一条 不过 暂时不需要你们出手了 忠圣 如今情况有变 你们先在一旁待命 放心 你们的诉求我已了解 接下来 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九条小姐 关于这件事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海祈岛一个交代 稍等 所有人不要动手 等我调查完再说 你们两个 过来 说吧 你们跟鱼人众真的有什么勾结吗 这 就 其实也算不上勾结 鱼人众有些人找上我们 说可以跟我们合作 延续对海祈岛的战争 当时我寻思 反正事实也没什么坏处 但 但其实我们很谨慎 没答应他们 只说让他们可以先去海祈岛搞破坏 我们看看情况再说 九条大人 我们跟他们真的没什么勾结 只是不久之前谈过这么一次 谁知道海祈岛的人怎么知道的 够了 回去之后 自己领罚吧 那可是鱼人众 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 你们都忘了吗 别说合作 你们根本就不该和他们有任何牵扯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鱼人众的主力 应该已经从稻妻撤出了 少生我们的那些人 似乎是想给他们的老大报仇 那个女人的部下吗 看来是准备报复 想让稻妻继续乱起来吧 早晚有一天 我会亲手把他们全部抓住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的问题 非常抱歉 因为我的疏忽才有这样的局面 请再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和谈继续下去 我当然相信九条小姐 能够处理好这件事 但既然天岭凤行 做不到上下其心 我很难放心 把海西岛的治安交给你们 无法反驳 这个议题暂时搁置吧 等天岭凤行整顿完毕之后 我们再好好讨论讨论 关于商人的问题 我也会和射凤行那边商量 让双方都能参与进来 感觉沙罗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不少 这样和他应该能够顺利进行了吧 没想到海西岛的军师 除了擅长作战 谈判也是一把好手 希望下次见面 我们还能像这样坐下来谈话 毕竟在战场上见到你 太过棘手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也要回去彻查天岭凤行内部的问题 愚人种的营地被我们击溃 再过不久 他们应该就会再和你们联络 想要从你们那里获得支持 我建议你先不要放出风声 你免打草惊蛇 等他们现身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我会考虑的 非常感谢 那我先回去了 下次再见吧 山湖宫大人 我们 回海西岛再说吧 山湖宫大人 您都知道了 你们闹事的理由 我已经听说了 你们觉得天岭凤行信不过 所以不想要和谈 想要继续打下去 虽然从结果来看 你们误打误撞地 识破了他们的阴谋 但你们的做法 我还是无法认可 可是山湖宫大人 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伴 如果就这样停下来 曾经的努力不是白费了 我希望战争继续打下去 就算我牺牲了也没有关系 我希望我们能彻底赢下来 我能够理解你们的想法 但你们不能强求别人 为你们的想法买单 战争期间 我们有过低谷 也打过胜仗 对你们来说 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经历 但其实在战争期间 也有许多你们看不到的人 每天都活在煎熬之中 海西岛的人向往和平 是因为每个人 都为战争付出了太多 他们已经累了 不该被你们又一次拖下水 我 可是 我明白 这不完全是你们的错 是我考虑不周 我告诉你们 要有战斗的意志 却没有告诉你们 该如何放手 不是山湖宫大人的错 是我们 太过自私了 不论如何 我们愿意接受军阀处置 好 那我现在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成立一支秘密军队 负责包饪海西岛的安全 清理一切威险之污 所有像你们一样的人 都可以加入其中 不过训练比较辛苦 希望你们可以咬牙坚持住 神狐公大人的意思是 从这次和谈来看 九条家短时间内 不会太平 有人想要和平 就有人想要战争 海七岛向往和平 但也要有自保的能力 既然你们还有战斗意志 就从今天开始魔鬼训练 直到每个人能在正面战场上 打赢两个幕府武士再说 多谢神狐公大人 好了 去找五郎报名吧 今后记着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可以擅自行动 如果再有下次 不管是什么理由 都不会有商量的余地了 明白 从今往后 我们一定好好训练 多谢神狐公大人 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去找五郎大人报名了 啊 这样终于脱身解决了 总觉得能量又开始下降了 我们到秘密基地附近休息一下吧 辛苦你了 多亏了你的帮忙 还祈祷又一次恢复了和平 正在慢慢回复 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能完全复活了 我果然还是不擅长印度人多的场合 虽然比起之前有了不小的进步 但总感觉 人一多 心里就有些发慌 团盘之类的 下次还是交给五郎去吧 是吗 其实 以仙人神巫女的标准来看 还远远不够呢 以前我只想赢下来 保证海气岛的安定 让每个人都可以快乐地活着 但现在我发现 仅仅这样是不够的 人的愿望千百种 幸福的标准也就不同 我要走的路还很长 不过没关系 一口气走不到的话 慢慢走过去就好 现在的我还不够成熟 可以请你留在海气岛 再陪我一段时间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